詩子山下的時代住公屋 當然是不勤力去工作就一定死硬 因為以前是靠勤力 靠出賣自己的勞力或時間 而去穩穩的時間 現在是否再是這樣的環境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做到YouTuber 但真的拍攝自己打機都可以賺一百萬一年 以前你會覺得自己打機 有人看著你也有一百萬一年搞笑 但這個世界是會有這樣的機會發生 大家講到口臭的例子 以前Apple也是這樣的 他不讀大學 明知道一半都不讀 如果在中國社會就說你這個臭小子 一般大學都可以自己作歐 還要讀哈佛也不讀 大家是否真的可以去想想 我覺得不可以常忍外國的例子 不可以說是不對 因為所有的概念或理論來到另一個地方 便會最討不服 總會有些不出入 但在一個全球一體化的環境 尤其是我們現在的回望社會之下 其實國家與國家的不同 國家與國家的分別 人與人之間的思維都很大同化 所以在這個世界上有一班人是做得到的 我不認為在另一個地方的人是做不到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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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